宝光重振大德翁枢纽一直鼓励到亲们走出湖外,强减身体。 为此,特别与台忠实大理、自然生态登山协会合作, 在白阳山圣地规划了一条长达12公里的践行步道, 并且与望高辽观景台和万里长城健康步道相连。 日前,宝光重振全球道亲的各年临层干部, 包括前人呗、点传师、小组长、崇华班员和贤德青年等, 约2000人次参加了在该步道上的践行活动。 在大德翁枢纽的带领下,他们不仅走遍整个步道, 还用走路的方式深入了解白阳山的开发始末, 并且在亭基平和午夜松林等重要景点进行了大合照和说书等活动。 白阳山已经成为一个多样化的旅游圣地, 拥有美丽的夜景,舒适的午夜松林, 气势磅礴的白阳亭,幸福阶梯,生态农场, 体验教育场地和践行步道等。 这里不仅是一个适合家庭旅游的好去处, 更是道亲们修道和交流的理想场所。 而白阳山的践行步道, 更是志愿者满不为天后和地势艰险地努力建设而成。 这条步道象征着宝光重振智力, 追寻前人被开荒的脚步, 一步一脚印开荒播种, 并且期许道亲们在修道路上克服万难, 坚持信念,朝向目标前行。 总之,宝光重振大德翁枢纽的践行步道活动, 让道亲们更加了解白阳山, 同时也展现了志愿者们不懈的努力和信念。 这条步道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, 无论是寻求身心灵修炼, 还是享受自然的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